兵哥其实你看连连看 最后发现怎么每一个人 都可以连上郭哲明 是 所以这个人交友真的非常广阔 那他到底为什么大老远去买这个地 到底要干什么 在我看来其实 因为他跟洗钱集团有关嘛 那这些洗钱集团 刚好跟这些鲁人的集团有关嘛 那是不是要买那个地 负责要把人放在那个地方吗 还是要干嘛 我不晓得啦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是有其他的利益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觉得要去查清楚 因为郭哲明这个人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跟他接近他显然有很多 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他周边 那检调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查一下 因为也有民意代表爆料了嘛 你是不是应该去查一下 到底哪一些政治人物跟郭哲明有关 然后郭哲明买这块地到底要干什么 中间有没有不当的利益牵扯 那他买这个地 你要知道买地也没有这么简单的 他中间是谁在负责牵线 谁核准的 我觉得这个都要去一探究竟 不然的话 真的我觉得这个水实在太深了 而且这很可能牵涉到人命官司 因为他跟这些鲁人集团恐怕都有关系 因为这些鲁人集团看起来就是他的 某一个组织的一个 那个连锁的一部分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查清楚的话 这个疑问恐怕会越来越大 我们刚刚在讲说桃园有很多事情 看起来明明水很深 但好像就可以被粉饰太平 那尤其我们之前还在讲说 是不是这一次网红好像都下车了不跟了吗 也没有因为其实在我们知道明年初 桃园的总图就要来进行剪彩 并且试营运了 那在这段期间 阳明哥去挖出来发现这个政府采购网里面 有多起都是跟网红相关 那他们接到的就是跟桃园总图相关的案子啊 对这个就是因为昨天刚好啦 就是说那个蔡牙嘎他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桃园总图的新管的开箱影片上线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嘛 那看了一下因为这很明显就是广告 这就是这个市政府花钱给这个网红团队 去拍摄的广告影片 那这样依照这个预算法的规定 你广告那个不但市政府要在这些影片里面 标注是广告之外那个相关的应该这个标案 应该都查得到 那我就用这个蔡牙嘎他的公司名称 这个大头佛娱乐公司 然后呢去这个查 果然有一笔就是11月7号上线 那这个是桃园市的这个图书馆 桃园市立图书馆去标出去的 重点是呢 这一个标案的名称 居然就叫做这个这个蔡牙嘎 就是说这个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管 然后FIT蔡牙嘎 就是标案名称里面就有蔡牙嘎 所以呢这个标案只有蔡牙嘎可以得标 这个标案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所谓 而且它就是所谓的限制性招标 限制性招标它的用法 依照这个标案它的规定 它是使用一个所谓的 因为它这个标案的最后总金额叫做 99万9千元 低于100万元 低于100万元的标案采用 就可以采用所谓的限制性招标的话 其中一条规定是说 是只要你的主管机关允许就好 也就是说 只要今天桃园市政府要求说可以就可以 就是100万元以下可以这样玩 就是完全我就是直接邀请 就是说这个案子我就是要给蔡牙嘎 我跟他谈好了就是99万9千 好就直接标出去了 所以这个案子完全不用公开招标 就是一个限制的 就是而且是规格直接绑了 我就是只给蔡牙嘎的标案 那当然这个你说 早网红宣传好不好 我觉得OK 这个没有问题 要花这个钱值不值得 是另外一回事 以蔡牙嘎来讲 你看他还特别请了这个 他旁边那个女性的那个 中间那个女性 有一个爆娃娃的 对爆娃娃这个 是这个前阵子上新闻的里长候选人 那个就是提出一些很奇特的 什么桃园要设迪士尼啊 什么之类的政见的一个 他是蔡牙嘎团队的摄影师老婆啦 那这个重点在于说 郑文燦你也去参加了这支影片的拍摄 花了99万多块钱 那这一个建筑物 他的品质是真的好 我们当然给他鼓励 掌声鼓励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公告里面提到一点 你的履约 就是说这个蔡牙嘎团队履约的期限 是从这个11月7号就开标当天 到12月15号 也就是说这支影片 只要在12月15号之前 上线都可以 可是呢 结果他是选择在选前 他是决定是要在选前上线 所以可见你就知道 这个对于市政府来讲 他们有一个压力就是说 因为前阵子村长 沾江村议员 他这个把桃园市总图 有很多的问题点出来 那当然总图他有两块 这个我们总图盖的好的部分 我们也不要去否定 他有一块是这个 这个图书馆的总体 本体 那另外一边是所谓的 饮城跟这个美食街的 这个餐饮这个部分 那这个另外一块的部分 另外一栋确实有 现在有所谓的二次施工 而且有这个没有取得 核发这个变更的设计 就开始施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一块 在这些影片里面 完全都不会提到 可是呢 这一支影片 我觉得第一个 99万9千 他就是规避 那个100万以下 才可以限制性 招标的这个金额 然后呢 我觉得以蔡阿嘎来讲 以一个这个订阅数 两三百万的这个 这个YouTuber 这个价格不会贵啦 不算贵啦 然后呢 其实我后来 昨天我把这个影片贴上去 又有网友说 原来11月8号 就是隔天又有一个标案出来了 是标给这群人 对 那这群人的这个模式 就跟蔡阿嘎不一样 蔡阿嘎是专门拍一支 15分钟长的影片 来介绍桃园这个新的图书馆 可是呢 这个这群人 他们是在一部 这个影片 他们例行的影片 他们那种都会有 那种类戏剧的影片 在片尾最后的1分24秒 放了这个所谓的桃园总图的广告 就只有一分多钟 可是他们这个标案的金额是97万 就一样100万以下 一模一样的模式就是限制性招标97万 然后呢 可是他只等于说介绍这个图书馆的部分 只占了他的篇幅 那个一支十几分钟的影片 只有1分24秒 我就去换算啊 平均这个1秒是1万多块 平均这一支影片 就是说他那广告的80几秒里面 平均每一秒的造价是1万多块 那比起来蔡阿嘎平均每秒的造价是1000多块 相对来讲 这个这群人的价码是比蔡阿嘎还贵的 那这群人的流量 如果今天以流量来讲 这群人的影片 那支影片他是15号上线的 你看也是在选前上线 上线已经这个 现在已经七十几万 但是不能这样算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是看他的影片本体 到了片尾他就把它关掉了 对 那蔡阿嘎这支影片 从昨天晚上线到现在 已经超过10万次点阅了 所以你要说 网红他当然宣传有效果 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这个我觉得地方政府的包装 我们一样就是讲包装 包装的很好没有问题 包装的这个 大家都看得到很好 可是有一些公共工程品质的问题 也不会因为你找了多少个网红 去介绍 他就公共工程品质就会变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本质 这些宣传的费用 你知道有一个议员 我就私下跟他聊天 他说你知道100万 在桃园100万可以让一个 这个这个偏远 偏乡的公车路线行驶一年 就是补贴嘛 就是补贴这个偏乡的这个公车路线 就说你钱要花在刀口上 你现在花了将近200万 给两个网红去宣传 这一个还没开幕的 这个新的总图 这个总图要等到选后 要12月初才会开幕 现在一般民众是不会 没有办法进去的 所以我说像这样的效益 是不是有点奇怪 而且特别在选前一个礼拜 让这些影片上线 那选前10天15天 这样的时间点去上线 是不是都很刻意 是希望把这段时间 总图受到的质疑去洗白 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 是有一些这样的动机 但我说这些都合法哦 这样的标案这样的金额 我们都不用去否定这些网红 网红他都有他宣传的这个意味 可是你说像馆长说 如果现在是民进党找这些网红 他们可能不愿意 但如果是地方政府 他们可能会愿意 比如说你看像蔡阿嘎 也是跟郑文燦互动 但你可以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看这支影片 你会发现 郑文燦在介绍这支影片里面 他很急哦 他就是赶快这个客串完 他好像还要去跑步 还要去帮郑英鵬扶选那种感觉 就是他是急着走 然后蔡阿嘎说 市长你赶快去玩 我们就继续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个广告宣传 我会觉得就是 就是恰到好处就好 那我觉得 其实找蔡阿嘎 找这群人 也都是台湾网红的翘楚 那只是说这个钱花的 这个公不公道或怎么样 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桃园市民来评断 那毕竟这个总图 未来第一 最常使用的一定还是桃园的市民 尤其是住在义文特区周边的这些居民 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看看 这个这个未来民众 实际使用这个场馆 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我觉得后续才是这个重点 像今天杨明哥在跟我讲 杨明哥昨天网上就已经跟我说 蔡阿嘎这个姓 我就说是太有趣了 然后今天又补充了关于这群人 我就说他就差一个嘛 因为现在流浪大概几大 非常厉害的这些YouTuber 大概就差一个Joeman 还没有被凑齐了 那Joeman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跟这个杨明哥建议说 他怎么不去做就是要对决吗 到底是这个评价朴实的工程吸引人 还是用这种奢华 但是呢非常有危险的公共安全这些事情 比较能够吸引你 或是能够让你可以好好在里头逛呢 这是不是要对决一下 但是其实业教授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这当然是合法没有问题 那这也呼应了为什么刚刚这个 我们的兵哥在稍早就有提到 杨明彭是一个非常懒的候选人 陈时中也是 看起来没什么在跑 但他透过这些 只要发标案给他们 发包给他们就好像可以去做到 像是前几天我刚刚也提到 九面这个YouTuber 他去做一个在米糕的对决上面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还是他去做什么对决 应该是在高雄做一个对决 然后但里面突然出现鸭肉羹 突然出现了陈其迈 莫名其妙就出现旁边一起吃 然后就推荐了 他们也是很积极的 等一下推荐完之下就走了 用这样的方式 似乎全部都敢再选前来进行 那这个用网红绑装 依旧是民党王牌 网红绑装 我觉得当然就是 大家都会希望找 他的支持者认同的网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找的这个网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 订阅者有这么多 那他们看了以后 确实会有影响 可是对很多的中间选民来讲 或者有一些网红的就是订阅者 他们会认为是说 我其实不见得一定喜欢这个东西 我想看的是别的东西 那台湾现在这种 在这种造势作秀 就我讲的作秀 就是说在这种公共工程上也好 或者是说剪彩这种文化 说老实话真的是应该要改善一下 就是说老百姓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文化 就觉得说他可以剪几次 你每一次都那么兴奋吗 这个小学 其实真正讲起来 就是应该是最好就是老老实实 一步一步 然后把一个学校的工程很快的完成 那除非你今天真的是政府的财政 没有这么好 我觉得那个我可以理解 譬如说我们大学里头 盖的最好一次完成完了最好的 就是这个中正大学嘉义中正大学 因为中正大学呢 是我们台湾最有钱的时候 这个钱烟角木的时候 所以给的也足它也盖得很快 一次盖好那就很好 结果到了台北大学 在这个三峡的 那个钱就比较慢了 所以是一栋一栋慢慢来的 但是还是最后完 就是那我也不记得台北大学 会说今天盖完一栋减彩一次 盖完一栋减彩一次 因为这个其实是有点丢脸的 因为大学应该要整个一步到位 那所以台北大学你看签 签校的时候 从这个龙江街这头 签过去的时候 还是慢慢几个 就是一部分这样子签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 是我们自己选民要做一个决定 就说够了 不要再天天给我搞这些检采 就是这一种的市政 我想看的是可能是比较实质的 就是我可以使用到对我有好 而且还有一些是政策性的 不见得是这种硬体的东西 可能是更好是软体的东西 所以选民要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媒体 不要每一次一个检采就要去一次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媒体要检讨的 就是明明媒体可能也知道 这个检采没什么意义的 那为什么还要这个报导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改的 是 那有一部分我们想要请兵哥 帮我们来参透一下 陈其中在这个选前 现在被爆出来说 他急着想要来出手 他在高雄这个第一豪宅 这开价多少钱 现在目前大概是开4580万 当然他说他已经买10年了 那说当时到现在也已经过了10年 那没有人是这样子在炒房子的 讲炒房子他第一个先透过进办 说是标题杀人 再说讲炒房就是抹黑嘛 他也交代说 其实那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的姑姑 请他去买 那当时其实他的家族 有一些地缘性 在那边是有关系的 那可是买了之后 他在台北一直都有一些 新的工作新的任务 所以他很忙啦 那没有办法去及时的 去解决那边的房子 用这样的方式来规避说 到底有没有炒房子说 对你敢信吗 陈胜忠如果只有这一间房子 那你告诉我说你 什么亲戚啊 什么乱七八糟 我可能明强会相信 你有19笔房子跟土地 你不是只有一间 所以你就是在炒房怀疑啊 你想想看哦 你再怎么忙 如果你是打算要做 你会把一个在那边丢十年 然后还是毛胚屋 就丢在那 你要知道房子久没住 是会出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丢在那边 通常你会买毛胚屋 然后又不打算去动它 那是干什么你知道 就是等房价涨嘛 不然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老实讲 我现在 我现在在汐止那边的房子 那附近就有好几间毛胚屋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马上要开 新的交流道 那交流道一开之后 房价就会涨 那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都市计划已经决定就是这样 因为已经开始在施工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买了毛胚屋 就丢在那个地方 就等着交流道一开 开通之后 房价上涨之后再出手 就是这样的啊 很明显你在炒房啊 那所以 陈胜忠也是在炒房 这超级明显啊 你当我们白痴哦 我以前做房地产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房地产了 那一大堆人就是这样的啊 一个人 假设你告诉我说 你都不想炒房 请问一下你买19笔房屋土地 你是在干什么 你有收集土地狂 收集房屋狂 这样才有安全感 你把它当乐高游戏再玩玩具 那就是为了赚钱嘛 我老实讲 买卖房屋土地 赚钱可不可耻 不可耻 这是正当的行为啊 你只要有诚实缴税 你不要逃漏税 你该如实申报 这是合法的行为啊 那问题是 这是不是炒房 就是啊 我跟你讲 之前有两个媒体老板联合起来告我 因为我讲他们炒房啊 两大媒体老板联合起来告我 我也蛮有荣幸的 然后结果呢 告我之后 那个检察官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说要炒房 然后那个对方律师还说 他们这个是正常的土地交易啊 正常的那个生意转换啊 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叫炒房 我就说啊 报告检察官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 这个就叫炒房 那这种行为就是炒房啊 不然呢 我买了一块土地之后 隔了几年之后 价值提高了再把它卖掉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在炒土地 就是啊 不然呢 所以陈志忠不要怕嘛 你确实在炒房啊 炒房又没有犯法 合法只是听起来不好听 听起来不好听 谁叫你要做这件事 你又要赚钱又想要好名声 什么都给你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种事情不要再掰啊 我想世人都知道 这就是炒房 你不用掰 不然你来告我啊 要不要再让法院认证一次 因为上次那两个媒体 老板就这样被认证 是陈志忠为什么不说 我现在就是背水一战的决心 我就是准备在台北 我没有后路了 没有后路了 他为什么不这样子讲 我不懂啊 因为这种情况最好讲这个 最好表达我这个背水一战的决心 因为他没有辞令委可以做嘛 对对对 这一招蛮好笑 来这个 这件事情是怎么爆出来的呢 杨明哥 是据说有这么一个想要看房的人 刚好去看到了这间屋子 然后他去了解一下背景 才发现 这个屋主居然是我看了两年多 不断在指挥中心 开那个记者会的陈时中 那他才去质疑说 可是这个房子怎么看 第一个他就我们刚刚提到 他是毛胚屋 如果是真的想要自住的话 声称是自住 那怎么都完全没有装潢呢 看起来就一脸 是要来投资要来卖的状况 那这当然也让我们不禁想起了 在辩论会上面 当时高喊着居住正义的陈时中 如今却被爆出了这个料 那连这个相关的投诉人 他都亲自去看过房子 他都觉得这典型就叫做炒房啊 来我跟大家讲 这个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 就是房地合一税实施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卖 就是因为要十年以上 那个税率才会降到最低 你持有如果 而他其实他是在严格讲 他是2011年 这个买了预售屋 对 2013年过户完成 对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卖呢 因为我们的房地合一 去年修法 房地合一税的2.0 原本呢是20%的税率是超过两年 就你持有两年 我记得是两年嘛 两年到十年之间是20% 对 杨明哥我也记得是两年嘛 所以其实在2.0 现在变成是上售到十年啊 没有 就是说原本的这个 他的这个税的这个急剧是 要十年以上才降到最低急剧 那他现在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他这个入手 预售屋的时间点来算 是2011年 所以他在今年开始卖 刚好是十年以上 所以他就可以用最低税率 去把这个房屋脱手 那就不会被国家赚啦 其实这个说穿了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投资啊 而且这个投资行为 就是为了配合房地合一税 的这个最低税率去处理的啊 其实所以这个 加上又是毛胚屋 没有去装潢 那就很明显不是为了退休嘛 如果今天是为了退休 不要忘记 这个陈时中在2020年 还没有疫情之前 那时候一度传出 他是要被测换的名单 那时候 2019年那时候 他基本上在 内阁团队里面很够蓝丸 然后呢蔡英文也不欣赏他 所以当时 本来他就是 传闻就是 卫福部长是 要被测换的其中一个 没想到碰到疫情 结果因为指挥官 让他翻红 好 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时候 他是为了退休打算的话 那理论上他在2020年 上半年或是2019年下半年 可能就会开始装潢这个房屋 他要退休 他要回高雄嘛 对不对 那时候他应该要预做一些准备 结果也没有啊 那现在这个 还是一个这个 毛胚屋去出售 只是说 现在这个可见 我觉得 其实他卖房子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也是打脸的陈其卖 为什么 因为房价不好 他这个价格其实很便宜 算是低价出售 那边的房子 其实有很多是 至少开到40万以上 那边亚洲新湾区 对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 他现在还有一些房 都卖到每瓶40万以上 他这一瓶 基本上他这一个 他127瓶的这个全壮 他只开每瓶大概36万左右 所以 以这个价位来讲 我觉得他是对高雄房市 没有信心 他是想要赶快脱手 赶快把这个东西抛出去 当然这个过去他受访的时候 也曾经讲过 他的房地产是被套牢 他说他被套牢 你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可见 他就是想要赶快脱手 他认为他这个 能够有一点点获利了结 他就认了 你说他很痛苦吗 对他觉得他这个 还要还房贷等等的 什么有压力等等的 可是 难道 这个 他买房子是在2011年吗 2011年买预售物 2013年过户 那那个时候 难道你都不会觉得 奇怪为什么 那个时候投资会有问题 那现在被人家这个揭露说 你打算卖房子 你再说 我是为了退休 我是养老 那这个我觉得就 就没有必要 我觉得大家就 讲清楚就好了 就像 你知道那毛沛屋 最近在政坛 那个去年 还是前年 那个高嘉宇委员 他也被这个提报说 你看他的房子也是毛沛屋 就因为他枕头脏 就没想要衍生出 说什么建商送他的 不是建商 这跟建商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 那时候是被踢爆说什么 可能有一些互动 可是他就说这个房子 他没有装潢 所以呢他就还是 在租房子住 对 所以我说这个 这整个我觉得这样的案子 你就坦诚以对就好了 也不用 这个我跟你讲正常买卖 都很好 这个人要卖房子 我都不愿意多缴一毛钱的税 给政府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卖也都很合理 可是重点就是 你应该要坦诚的来面对 而且我相信 处理房子 绝对跟陈时中无关 一定是他的家人在处理 所以就是 他们就是觉得 房仲就跟他讲 你现在十年以上了 可以这个用最低税率的 可以卖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个也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 不要说到选前被爆了 然后就开始 他们甚至那个绿营 他们现在开始露收这个记者 每个都点名 写稿的那个记者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记者 前几天还是揭露高宏安的 整个仗册的记者 那怎么办呢 那到底是跟你们绿营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就搞得不清楚了 就是人家修理你们 你们就要修理人家 把人家记者名字拿出来 这个漏唆什么的 这个是大可不必 所以我觉得 这种案子 你也没赚多少钱 老实说这个也没赚多少钱 你就说是这个 自己的房屋的这个 这个正常的买卖就好了 就也 我觉得因为反正 这本来就不是你多出来的房子 又不是你住的房子 这就没有什么好说 但是 在讲居住正义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得要小心了 是不是跟你过去讲的价值是不一样 是 其实在财产申报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知道说 原来产生中他还有这个 背房贷 背这么大一笔 那兵哥这样这样听起来 照理说他竟然欠这么大一笔 或是他背这么大一笔 他应该很想要 赶快积极的处理 他却说是因为他真的又忙 然后又想到说 他还有可能要继续留在台北 那房子又跟他的祖父 有点关系什么什么的 所以消极以对 不过这样这样听起来 第一个时间 又刚好已经满十年了 再来就是现在即便 你说这个房价怎么样 他据说转手获利 还是可以达到500万到1000万元以上 那扇盆打得很惊 那只是现在被爆出来而已 其实我个人认为 陈时中本来就看起来是蛮会理财 你要知道我们一般人 根本不敢让自己的房贷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你付不起啊 你会付不出来 你会直接压垮到最后被断头 那问题是陈时中为什么改 因为他赚钱能力强 赚钱能力强其实是一种光荣 你比别人会赚钱 这有什么好羞耻 但是问题是 现在陈时中不想让大家有这种印象 所以他只好装傻 只好跟你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那个不是投资 我觉得投资就投资 又为什么不能讲 我觉得如果今天陈时中是出来说 这个投资失败了 没有当初想要 预算中利润这么高 那卖卖加油啊 你看我现在都要卖房子 他如果这样嘲笑一下 就自我解嘲一下 我觉得没有人会讲什么 那偏偏你要撇的很轻松 我不是投资 不是炒土地 那请问一下 你如果不是投资 不是炒房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让自己负担到 这么高额的房贷 而且你不止一千哦 你好几千的房贷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对 你是嫌自己赚钱不够努力 要鞭策自己 要赚更努力 是这样吗 不然的话 你干嘛为自己找这么多麻烦 我们正常没有人敢做这种事 为什么你敢做 就是很简单你在 我跟你讲 对他们这些人来讲 因为我以前长期跟单方客配合 嗯 我们就负责去帮他找房子 然后呢 找到了 然后他就用 就想尽办法杀价 然后把房子买进来之后 就用最简单的装潢 我也顺便在那边跟读者讲一下 很多房子你没有仔细看啊 看起来漂漂亮亮对不对 其他都用最便宜了 特别是贴壁子的房子千万不要买 哦 你知道 因为他用壁子一图 把很多地方都遮住了 那个房子可能漏水可能管线有问题 可能那个墙壁坑跟啪啪 他全部用地址帮你全部贴完了 看起来很漂亮啊 嗯 所以他这个单方客的成本很低啊 我大概花个 花个大概20万30万油漆装潢 粉刷一下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呢 我在想尽办法在三个便室内转手 然后一来一回 他就可以赚一两百万 然后你以为自己买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就住进去之后发现问题一大堆 就这种房子很多 所以我跟你讲 陈志忠也差不多就是这类人嘛 就想去办法到处去看 有哪些便宜的建案 或是将来有利可图的 可不要忘记 因为他本身是政府官员 所以很多的政府的事先规划 他都会知道 然后就赶快先在那个地方买 掌握先机 对 然后就赚钱 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就是他的主场优势啊 那这个东西 有没有内线交易 有没有这种东西 因为你很难查到证据 所以我比如讲 这就是他们 他们作为官员的优势啊 所以他愿意让自己背负这么大的债务 就是因为他想赚更多的钱嘛 不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真的没什么好讲 讲出来只是让自己难看而已 那他现在到底在怕什么呢 这所谓的标题杀然 他是怕被类比 他变成贵公子 这样就很难继续打奖万 因为现在年轻人最痛恨的就是 炒房的这种行为 对 就痛恨的 因为他们在居住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到霸凌的一群嘛 所以谁在做这种事情 他们就会很堵拦嘛 但是我觉得陈忠你不用在乎这件事情 因为你已经没有年轻人选票 所以你根本不用在乎 对 那杨明哥其实你刚刚讲说 肉搜记者等等的 他现在的回应也说 那蒋万安那边不也是吗 他们现在开始车移也在带风向了吗 你贵公子 就讲说这个 这个蒋万安的姐姐 在什么大安区的房子也是卖 赚了什么几千万等等的 所以呢 对 所以有房子就卖 这些都是贵族啊 我们都买不起啊 那其实以陈时中来讲 你看他这个公子生涯 从这个扁政府时期 卫生署副署长一辈子做牙医 然后呢到这个现在当卫福部长 然后呢卸任下来选台北市长 他要有一两栋三栋四栋五栋房子 都没有问题啦 就是以他的财力 他这个投资房地产 绝对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 如果这时候为了避免说 因为啊 这个年轻人会讨厌或怎么样 那就表示你本来就是装的嘛 你的居住正义就是一个装出来的模样 就是一个戴着面具嘛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你会害怕你的这个年薪选票会 这个就像刚刚兵哥说 你会担心年薪选票流失 对 那我觉得这个想太多了 因为事实上在台北 大部分在台北有户籍的这个民众 基本上这个对居住正义这件事情 也不见得是这么的支持 对 其实我觉得你大可以 也未必那么有感啊 对你大可以这个就是很努力的 那继续推你这个什么都更啦 什么等等的 你把这个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高雄的房子台北很多人还看不上眼了 说那4000多万 哎呀小钱啊 真的是 没什么了不起 你也不过这个放了9年才赚500万 真的是才赚那一点点而已啦 不多不多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的选情呢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大好大坏啦 这个不用担心 对真的选情这个绝对不会是一个这个 影响选举最后结果的震撼蛋 那但是呢对于绿营来讲 当然他们这个防御啦 就是该去打奖外安的要打啦 该去打黄珊珊要打啦 就是这个绝对逃不掉 但我觉得今天居住正义 不是比谁卖房子赚多少钱 今天居住正义是要比谁有 真的有决心是要推动 让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如果真的在台北买不起房子的时候 他能有一条路 不管是租金补贴也好 社会住宅也好 他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在买房之外有其他的方案 而这一块我觉得选民们自然会从 三个候选人或说12个候选人的 这个政见里面去比较出哪一个 是他认为适合当台北市长的人 没错 颜教授我们刚刚有很多网友在问说 那其实选举公报不是已经公布过了吗 大家应该也知道他有这些房产啊 或是他可能身上背了多少的房贷 确实 但是你还记得吗 在这场选战 他刚开始被提名是他之后 那时候一开始他很想改变人设 就是原本遗留在大家心目中 喝红酒在敬酒那样的画面 当然在历经了很多次的人设 企图想改变但失败 但总而言之已经走到了 选战的最后期了 就现在又被挖出来 这其实也是他其中的 一个房产之一而已 那为什么这一次 从昨天晚上第一时间 我们就看到靖总 其实就在这个媒体群组里面 立刻大动作的辟谣 然后他今天早上自己也这样说了 就是因为第一个 刚刚我们提到的 其实在今年我听到了 好多候选人 不管是县市首长也好 居住正义 再者到了选战后期 瞎被爆出来 这个其实一度成为 是高雄原本的第一豪宅 现在目前他要卖4580万 在高雄这样的房子 又再度让大家想起来 你还打人家贵公子 你也不遑多让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时候 当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你应该是尽量避免去打 可是我觉得政治人物就很奇怪 他认为说我的这个 可能不好的资料 绝对不会被挖出来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一定要讲 结果等到找出来的时候 又回到我常常讲的 这个几个D 第一个就 Foreign Denite 说我不是草房 然后后来Diver 说是这个奖家的问题 这个他们也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政治人物 就是对自己的事情 我就是真的是 就是眼以待人 宽以待己 就觉得说我自己做的 什么都可以 而且还有一个很错误的问题 就是政治人物有那种迷思 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常常看到 不会觉得说他会 绝对不会 他今天可以谴责别人 有什么婚外情 他自己有时候 他说大概人家不会查到 所以他照样感 这是我们永远搞不懂 我问过美国很多的学者 我们在讨论政治人物 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美国的南卡州的州长 带着这个叫什么情妇 在请假 人家找不到 以为在这个在山区去玩 结果不是到南美洲去玩了 这个当时最后他辞职了 就是你怎么会认为说 你作为一个州长 人家会不知道你的行踪 你杀个谎 说我在阿帕拉基山里头 我在爬山 结果人家一看一查查出来 在阿根廷 在南美洲 所以我认为这是政治人物 必须要自己去想通 很多的商人 为什么不会去选举 他觉得我太多东西 倒是要 我不愿意被展开 来放在 大家来检验嘛 我干嘛 我日子过得好好的 到时候被媒体一路挖出来 所以大部分的商人 不太会愿意去做 可是这些所谓的职业的政治人物 就是认为说他们是 不会受到伤害 绝对可以这样打下去 结果打下去的结果 最后是 都变成了 那你要回头来圆 合并 你干脆不要 这个不是你的长处 譬如说你今天做卫副部长 你可以再谈未来的长照的问题 我觉得台北市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这个是你的强项 那你就专打这个你最强的 而且这个是别人可能找不到你 除非你今天自己又私人 开了一杯长照中心 我不知道 否则的话 这个我觉得打这种议题 是对你有利的 专业度别人跟你没得拼 对对对 专业度别人跟你没得拼 而且你在如果在这一方面 没有小辫子 比较可以 那如果说你今天在谈基础争议 你看你那么多房 对不对 你又不是像这个 这个张善政 是很小很小的 你都是真的大的 张善政那个真的是 实际的一看起来 架起来真的太小了 对那另外要问一下教授 其实我们看到在昨天的那场造势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 最开头的时候 是看到蔡英文 连续在他脸书上 两场都在直播昨天的这场 跟陈时中帮他整个拉抬的状况 那其实在今天录影之前 说实话我们也偷偷爆一个小料 刚刚这个杨明哥跟斌哥 一进来的时候跟我聊的就是薛瑞源 他们说薛瑞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呲牙烈嘴了 他们看到他现在这个整个 帮忙捍卫党的样子 不管他自己自主为这个绿油精也就算了 但是他的嘴脸已经完全 跟我们原本以为 他在当卫福部次长的时候 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那越来越敢讲 像他昨天呢 也特别提到说 蓝营这个挑动 对于陈时中的仇恨值 是因为哪些 他举例 是因为普筛啊 还有这个疫苗 都被他给挡下来了 都被陈时中挡下来 所以这有庞大的利益 以及年轻人打疫苗的等待时间 因为要给长者优先 所以也等了一下 才造成陈时中的仇恨值强 还用四个字来讲 叫做党人财路 这自己提也就算了 他也讲到说 他自己的人设 朋友之间 最近也一直问他说 薛瑞源 你怎么好像变得很呛 他说因为他看不下去了 就讲完这次 直接妙回一句话 你别把自己 当作绿营的名嘴 现在捍卫这个党也就算了 原本你捍卫你的前长官 这OK 捍卫党捍卫成 现在讲这些话 这不是一个身为现任卫福部长 该说出的一段话吧 不 我觉得第一个 他说党人财路 那结果大家看的是 好像你在党人家 你党A是为了B 为了让高端赚更多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讲这句话 就已经没有人信了 那第二个 我觉得他已经变成说很多绿营的政治人物 包括我认得的很多 我自己以前的同事也好 就是原来是学者的 到最后在政治圈里头变久 那个味道完全就变了 可是我也看到过有一些在政治圈呆了 他但是回到学校或者回到这个民间 还是很好 完全没有被那个政治给腐化 不是没有的 所以但是这些人就是还想再升官 他觉得说我未来可能 我如果今天打绿 就是当做绿的这个名嘴 我未来可能还有机会再升官 我觉得这个是绿营现在要做 你现在要看的是他们做这些行政首长 做部会首长 到底你的执政能力是什么 而不是在那边只是 因为绿营常常讲叫捍卫政策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那种伶牙力 而且要真的是 然后他用律师加医师双身份 对对对 而且要有一点点不要脸的 这样才行 因为有些羞耻心的 有些他就有 有羞耻心 他有些政策就捍卫不下去 他自己讲的他都不相信 那绿营现在你这样子 你大概就没办法待下去了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请教授帮我们总结 你刚刚自己讲到说 你认为他可能是想要再升官 但我想的可能比较负面 他会不会担心是 承认中这一次要是一旦倒的话 归州嗨料料 他跟王毕胜也都要打包回家了 绿营会保护他们到下面来 因为任期大概没什么问题 所以捍卫下去你觉得 是有所本是为了他自己的未来遭想 他说不定下一次 人家觉得说 看起来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捍卫 颇有时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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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下一次他比 陳时钟年轻很多 所以他还有机会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从整个社会安全网 到现在看到的政策的失误 希望大家可以在不讲民调的时候 也好好去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清楚 拜拜 大家今天大报告 现在要来开Turbo拼命乐数了 这况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同时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它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